俄国无人机一次排开 包括海鹰侦察机在内 影片中至少115架在乌克兰领空遭击落 由于这些无人机是俄军征搜重要工具 如今被大量摧毁 也势必影响任务布局与空袭任务执行 而在东部盾内刺客克拉马托尔斯克前线 一架苏恩武攻击机试图偷袭乌军阵地 将乌克兰防空士兵以便西式防空飞弹击重 最够失足最悔 另一头波克罗夫斯克保卫战机列 面对俄罗斯不断猛攻镇守的乌军也持续反击 以炮火搭配无人机攻势攻垮俄国突击队 成功阻止敌军向前推进 俄国近来再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空袭 细图系统性摧毁乌国电力与基础设施 28日晚间乌克兰环影颜色 锁定俄国石油与燃油设备 罗斯托夫州卡门斯基地区一座油库被无人机挤中起火 之后火势更一路蔓延 凶凶大火燃烧到隔天都未能获得控制 本月烧走罗斯托夫另一座柴油库才预袭 至今燃烧超过10天火势仍无法完全扑灭 乌克兰这波锁定的目标还包括距离边界上千公里远的油槽 开源情报更指出这是战争爆发以来 无军无人机最深入的攻势 不过俄罗斯则宣称炼油槽没有受损 乌克兰跨近袭及库斯克已拿下约1300平方公里土地 更传出俄国紧急调派3万名兵力协防 美国中情局副局长科恩分析 他认为乌克兰有意保留这些领土一段时间 也预期俄国总统普提将发起反攻 不过这对俄军来说仍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欧洲政策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朗吉则指出 因为普提更倾向继续朝波克罗夫斯克进攻 而不是将资源调往库斯克 这点从他试图淡化当地寝室就能看出端倪 这者分尝词